纳苏郡消防局宣布 餐饮娱乐场所关闭禁令生效后 已接获至少38起违规举报 其中多数为餐馆业者开店营业 让民众进店用餐 截至23号 纳苏郡中共肺炎确诊病例2442个 死亡9人 郡长库伦表示 所有违反规定的商家 出饭会给予警示和提醒 屡教不改的 最高将被处以5000元罚款 新唐人记者唐成纽约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